再来呢,我们看计题第四题 是判断下列各个函数值的正负 好,那我们要来看函数值的正负呢 这边有sine 350度,cos 150度,tan 780度 好,那在做这个之前呢 我们就要先来看一个在各个向线的部分 好,在各个向线什么函数是正,什么函数是负 那这个图呢,应该大家都会有印象 在第一向线,全都正 好,全都正 那在第二向线呢,sine是正的 好,那第三向线呢,是tangin 第四向线呢,是cos 好,那sine呢,就一定搭配了cos tangin呢,一定搭配cotangin cos呢,一定搭配c 好,那这个三颗应该都有解释过 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把它记起来 所以在第一向线,全都正 第二向线呢,是sine是正的 cos也是正的 OK,那我们就回来看我们的 第一小题 sine 350度 好,那sine 350度,它是在哪里 我们稍微画一下图吧 从零度开始 90,180,270,360 好,所以从零开始 350的话,是不是靠近360 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在第四向线 好,那它在第四向线 第四向线呢,只有cos跟sec是正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sine 350度呢 它是负的 好,所以我们就写小于0 好,来,再来第二小题 cos 负150度 好,那我们一样来看这个图 看这个角 负150度 所以呢,我们就是要顺时针的 好,所以从零度 再来负90 再来负180 负270 好,那我们来看负150在哪里 从零出发到90 多一点点 快到180 好,所以这里呢 是属于第三向线 好,那第三向线的cos是正的 还负的 第三向线只有tang是正的哦 所以呢,一样 所以这个cos的部分也是小于零的 好,那再来第三题 tang780度 好,那780度的角会落在哪里呢 好,一样 一样0度90 180 270 360 巴拉巴拉巴拉 360完呢 720 对不对 再来1080 我们要记得大概就是这几个数字 好,来 780 一圈 360 两圈 720 好,所以等于是720 再加60 所以绕两圈之后 再加60度 所以呢,它是在第一向线 那第一向线呢 超开心 为什么 第一向线全都正 所以呢,我们就大于零 好,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 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部分呢 第一个就是你要记得这个 第一向线全都正 然后第二向线呢 是sine 第三向线是tang1 第四向线呢 是cos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搭配一样的 好 那 好 那万一考试的时候呢 考试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记得什么 第一向线全都正 那剩下的三个你会搞不清楚 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呢 就来画图 一样的 好,来第二向线呢 我就随便画这个角 好 这边是正的 这边是负的 好 那斜边一样永远都是正的 所以正的地方只有哪里 只有这个地方 就是sine的地方 好 那其他的tang1 都会带到x的部分 好 就一定会变成负 好 那第三向线呢 第三向线在这里 他的x是负的 y也是负的 然后呢 斜边r是正的 所以只有tang1的部分 tang1的部分呢 是什么 x分之y 好 是这个部分 所以只有这个部分是正的 好 那第四向线呢 x是正的 y是负的 所以只有谁 只有cos是正的 好 那所以 这个是可以画图画出来的啦 那当然我还是希望你考试的时候呢 是稍微可以把这个记一下 好 你就把一些 比较重要用到的观念 再重返一次 好 那你就记得 第一向线全都正 然后这边是 呃 我是这样记 第一向线全都正 第三向线是tang1 因为它最特别 那sine在这里 然后cos在这里 好 你就自己想办法稍微要记一下哦 好